晚間六點多 新店地區的環河路一帶 突然一片漆黑 不僅街頭路燈不亮 就連大樓內也是黑壓壓一片 附近騎樓的店家紛紛拉起鐵門 不做生意 而一旁的便利超商 裡頭還有一堆等著結帳的客人 全卡在裡頭 移動沒電 移動沒電啊 對啊 只能這樣而已啊 每個人都是住戶啊 都走掉啦 大樓內的住戶受不了悶熱 紛紛跑出家門外 而大樓內的大賣場 雖然馬上啟動自用發電機 但也無法應急 只見台電的工作人員 忙進忙出 滿身是汗 出不了解 這起停電事故 是因為線路故障 導致環河路一帶 320戶無電可用 雖然台電已經派人搶修 但這樣三不五時 就發生跳電 無電可用的情況 也讓民眾不禁懷疑 未來漆黑的日子 會不會越來越多 記者陳建安 王少雲SNG小組 新北報導 當 旁邊 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